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现在是美东时间,2022年1月10号,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日游报 塞浦路斯的一位科学家又发现了一种新的变种毒株 这个变种结合了Delta和Amicron变体 被称为Delta clone 这种毒株在Delta的基因组中具有类似Amicron的遗传特征 8号,据彭博新闻报道称 到目前为止,塞浦路斯大学生物科学教授 克斯特·里基斯团队已经发现了25例新变种病例 其中11个病例来自新冠住院患者 另外14人来自一般人群 据报,住院患者的病毒突变频率更高 这可能意味着Delta clone和住院治疗有一定的关联 据悉,这25个Delta clone病例的序列 已在1月7号被发送到最终病毒变化的国际数据库 上周五,这位教授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 我们在不久将会看到这个毒株是否更具病理性或更具传染性 或它是否会超过Delta和Amicron这两种主要毒株 但他个人认为,这个变种毒株也将会被具有高度传染性的Amicron变种所取代 但对于克斯特·里基斯教授的发现 英国微生物基因学教授洛曼对此提出了质疑 他认为这只是实验室污染的结果 他认为,克斯特·里基斯教授的发现结果 可能是实验室人员在对病毒基因组进行定序的过程中出现的技术上的人为结果 对此,克斯特·里基斯教授对这个质疑提出了辩驳 他向彭博社发邮件声明,表示 他辨别出感染Delta clone变异毒株的病例 凸显出旧带病毒株获得变种的演变压力 而且这不是单一重组的结果 他说,在新冠住院病患中 感染Delta clone的人比未住院病患感染这种变异毒株的人还要多 因此,他排除了这种新变异毒株是实验室污染的假设 另外,克斯特·里基斯还表示 样本是在不止一个国家的多个定序中处理的 至少有一个是来自以色列的定序 存在全球资料库中 展示了Delta clone的基因遗传特征 对此,塞浦路斯卫生部长昨天表示 关于这个发现的更多细节将会在本周的记者会上发布 好,这个病毒现在变起来没完了 不知道它拥有多少般变化 要是再这么变下去就更讨厌了 不过呢,这位塞浦路斯的教授也说了 说这个混血的结合变种最后还是会被高传染性的阿密克隆变种所取代 所以呢,我们希望它的观点能够得到印证 毕竟阿密克隆变种从目前来看 虽然传播力很强 但是呢,致死率还算比较弱 所以说,与其再变出一种未知的毒株 还不如被这个基本已知的变种所取代 希望吧,但愿这个新生的混血儿 别再掀起新一波的大浪 人类已经受不了了 快回家去吧 日前被称为洛杉矶最富裕的社区 加州贝莱尔的一套豪宅 一套占地十万五千平方尺 全球最大的唯一庄园 在7号以两亿九千五百万美元开价出售 成为全美历史上开价最高的卖品 预计这套庄园将在二月份开放竞标 据媒体报道 目前有一位来自中国的资本家已经出家 据悉,这个社区是美国顶级富豪的一个住宅区 例如美国著名歌星Beyonce 超级富豪马斯克都曾经住在这里 据报,这座唯一庄园主体占地3.8英亩 共有21间卧室和42间浴室 里面还建有俱乐部、美容院、水疗中心 40人坐的家庭影院、保龄球馆、酒窖、停车场 以及400尺的跑道 庄园位于贝莱尔三顶的绝佳位置 能俯瞰太平洋、洛杉矶市中心和圣干博山脉 据悉,这座庄园的建造共耗费了10年的时间 是一座事件少有的超级豪宅 但由于这座庄园的原屋主、好莱坞前制作人尼亚米 深陷巨额债务,面临多项法律诉讼 最终只能由债主接管进行拍卖 根据上个月提出的破产协议 这庄庄园预计将在2月7号竞标出售 据知情人士透露 唯一庄园至少得卖出2亿美元以上 才能偿还所有债务 据负责销售的房产经纪人威廉姆斯表示 这庄庄园的市场询问度非常高 目前他手上已经收到了两笔出价 其中一笔是来自沙滩阿拉伯的皇室 而另一笔则是来自中国的资本家 随着美国物价的一路飙升 最近几周白宫直接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企业 声称导致通胀的背后因素和企业合并 他们的贪然有关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这波宣传政策的出现是因为 有多位民主党民调专家在几个月前 曾私下向白宫提出警告 敦促拜登政府必须拿出足够的说法 来抗衡共和党对通货膨胀的抨击 白宫怪罪大型企业的说法 却在民主党内引发分歧 报道指出 熟悉拜登政府内部决策的 四名消息人士指出 某些财政部高官并不赞同 白宫将通胀的原因归咎于大企业 对于白宫的反垄断政策 财政部高层对此一向都是基本支持 也认同企业合并导致特定市场缺乏竞争 可能是造成物价上涨的原因之一 但官员们却认为 白宫不应把话说得那么重 曾有一些财政部官员 在过去一个月中曾私下提议 政府应该将优先的首要任务 转向放宽关税 以降低美国消费者的压力 但据消息人士投入 拜登政府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对关税做出行动 其中部分理由是 关税是美国和中国谈判的筹码 在中国没有做出重大让步之前 美方不宜提前松动 此前前总统川普曾和中国大打关税战 对超过三分之二的中国进口商品实施关税 这些关税政策到目前依然有效 也就是说在美国市场 一年约有3000亿美元的商品面临关税压力 不过据两名知情人士表示 根据拜登政府委托经济学者 进行的内部分析报告指出 取消中国关税 对于舒缓目前的美国通胀问题 作用有限 如果取消了关税 反而会让拜登总统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因为这么一来 既显示出对中国示弱 而对美国民众又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 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显示 在新冠疫情重创美国经济的情况下 但因联邦政府推出多轮纾困措施 加上民众的消费模式发生转变 从而使所有阶层的家庭都有了额外储蓄 部分人的财务状况 甚至还出现了好转 但财富差距依然十分明显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根据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 联邦政府在发放前两轮疫情纾困金后 对1170万人脱贫 产生了帮助 全美国民的储蓄金额 新增了2.7万亿美元 据分析指出 虽然目前通胀严重 但随着工资上涨 并结合这些储蓄 认为民众在恢复疫情前的正常消费后 仍能保持财务稳定 据经济分析局的数据显示 去年4月 全美的个人储蓄率达到破纪录的33.8% 远高于2018年至2019年间的8% 全美最大的银行摩根大通也表示 在联邦政府发放三轮纾困金后 存款用户的支票账户 余额中位数大幅上升50% 实际金额由两年前的1230美元 上升至去年7月底的近1900美元 其他本土银行的客户存款总额 也接近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但摩根大通的数据也显示出 虽然民众留存了更多的备用金 但这些金额仍不足以维持 长期的财务安全 截至去年9月底 存款最少的客户 余额虽然比两年前增加了70% 但中位数仍只有961美元 考虑到低收入家庭 应存有2500美元的储备金 因此900多美元的金额 并不足以应对突发情况 另外据高盛集团 在去年10月份发表的报告指出 如果以最近的支出和储蓄率来计算 收入最低的20%家庭 将在2023年的第三季度耗尽储蓄 另外收入最高的20%家庭 会将三分之一以上的额外储蓄 用于投资 而低收入家庭 则倾向于将余款存入银行 或用来偿怀债务 另外据穆迪分析估计 富裕家庭在额外存款增加的同时 旅行等方面的支出 还没有回到之前的水平 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 他们的储蓄将于今年第三季度 达到1.5万亿美元 这个数字将超过其他所有家庭的收入总和 对于国民的财政前景 有分析指出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新冠疫情并没有消退的迹象 预计疫情将会持续影响美国经济 对此 联邦储蓄局在国民财务状况报告中表示 疫情期间 低薪工人被裁员的风险最高 该现象使得贫富差距更加恶化 据数据显示 在2020年被解雇 并在年底还没找到工作的人员中 只有58%的人表示 有能力支付所有账单 这也就意味着 还有很大一部分人 依然无力偿付各种账单 日前 随着北极冷空气席卷美国的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 导致大边地区受冻雨和降雪影响 路面大量结冰 气象部门提醒民众 这些地区出行极度危险 民众如果必须要开车出行 应小心谨慎 据CNN报道 国家气象局目前已向北达科他州 明尼苏达州 威斯康星州部分地区 发出严寒警告 区内约1000万人将受到影响 预计10号的体感温度将降至 华氏零下25度到零下40度 也就是摄氏零下31度到零下40度 而在美国东岸的纽约 佛门特 马省等部分地区 严寒警告也将维持到11号 预计当地的体感温度也将低至华氏零下35度 及摄氏零下37度 据气象部门警告称 民众如果在这样的温度下裸露皮肤 只要10分钟就会被冻伤 另外 受到这波寒流的影响 明尼苏达州的德卢斯 以及北卡州的大福克斯等城市 10号全天的气温都将处于华氏零度 即摄氏零下17度以下 预计同一天 中西部上游地区的气温 也会比正常温度低华氏10到20度 据国家气象局宾州分部表示 宾州中部一些地区 预计将会出现严重结冰 9号的冰层最后已达半寸 当局表示 未经处理的路面将会极为湿滑 出行风险极高 区内可能还会出现零星停电的状况 呼吁民众如非必要切勿外出 如果必须出门 则应在车上准备水、粮食和手电筒 以备紧急使用 另外 新英格兰地区 9号的结冰厚度也会达到四分之一寸 据报 目前极度寒冷的天气已从西部向东迁移 在10号到11号将蔓延至整个东北部 内陆地区将在11号早上面临华氏零度 即摄氏零下17度以下的低温 再往后几天 冷空气的中心气团将持续冬移 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和中大西洋部分地区 将在11号迎来今年冬季最寒冷的天气 其中11号 纽约市的最高温度也只有华氏18度 即摄氏零下7度 另外 强烈风暴也将笼罩墨西哥湾沿岸地区 德州东部至佛州地区有1000多万人将遭受影响 昨天经气象局证实 在阿拉巴马州的麦肯齐附近 至少发生了一场龙卷风 但截至目前尚未收到伤亡或损失报告 看到这个消息 我突然想起来了 在上周六晚上 我的手机突然收到了一个警报 但是发来的却是西班牙语的版本 我用软件翻译了一下 说有龙卷风 让躲到地下室 或者是安全建筑物的最底层寻求庇护 因为当时我们所在的休斯顿 没有出现太大的风暴 所以我们也就没太在意 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批评一下 美国的国家气象局 像这种紧急警报 你应该必须发布英文版的这个警报 怎么可以只发西班牙语的呢 是吧 我在收到西班牙语版本的这个警报以后呢 我其实一直在等英语版 看看它还会不会再发一版 但是结果真的就没有再发 这是没有碰到真正的紧急状况 如果要是万一遇上紧急的灾难 你发个西班牙语的版本 如果有些人懒得翻译 那就错过了 所以说对于这一点 对国家气象局提出严重批评 明天让局长来找我一趟 另外对于席卷东北部的严寒气候 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注意防寒 零下二三十度的这个低温 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我太太是哈尔滨的 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呢 有时候会在东北过年 赶上零下二三十度的时候 你要是走在大街上 真的是能够把皮肤冻裂了 你呼出的这个空气 一下子就把睫毛给冻住了 所以说如果要外出的话 千万要保护好自己的手和脸部 皮肤一点都不要露出来 很容易冻伤 总之呢 没有什么重要的情况 最好还是不要出门 我呢看了一下我们这边的天气预报 休斯顿这几天的气温呢 还算比较温和 整个星期的天气 主要是以晴天为主 今天的最高气温是摄氏14度 最低气温呢是5度 周三周四最高气温会涨到22度左右 整个星期的最低气温 也只是在5度左右 真的是南北两重天 那么今天的疫情数据呢 还处于周末的延迟效应中 所以呢好多数据还都不全 我们今天就不报了 估计明天的数据应该会恢复正常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感谢观看